美国国会主要成员与北美现代汽车旗下的希望之要合作 纪念9月儿童癌症觉醒月 特别举办在DC的日子慈善活动 以庆祝该组织对抗儿童癌症20周年 现代希望之轮是北美现代汽车旗下的非营利组织 近期举办了名为在DC的日子年度慈善活动 以庆祝该组织对抗儿童癌症20周年 这是希望之轮在9月儿童癌症觉醒月活动中的一个部分 每个首音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是今年9月活动的主题 在DC的活动中将为大众带来一系列的活动 包括像华盛顿特区的儿童国立医院 以及位于巴尔蒂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颁发奖学金 在国会山举办欢迎会 全国新闻发布会 思想领袖研讨会 以及晚宴和颁奖典礼 现代希望之轮现在已经迈入了20周年 并且也已经成为了儿童癌症研究的领导者 仅在今年9月 希望之轮就总共捐出了1410万奖金 给38位新的研究医学人员 用于支持儿童癌症的崭新治疗方式 以及创新研究方案 除了这笔奖金之外 希望之轮今年稍早一些 也已经捐出了21笔奖金 总共达到了210万 分发给全国各地的医院 从1998年成立以来 现代希望之轮的捐款 总共已经超过了1亿4500万美金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现代希望之轮的讯息 您可以登陆 Honda i hope wills.org进行了解 终点频道编辑报道